文章 文章 我們剛講到 就是說 一個矩正A 你可以設定23 第二个row 第三个column 它元素值等于5 就把它带换掉了 那我可以抓 565 它是第二横列 然后对于它的column index 1到3 这时候抓出来 B 就等于565 所以对于任何一个矩阵过来 你应该很容易的就把它抓出来 说你要哪几个元素 那我甚至可以把它直接 你看我把B 原先B的值是565 你把它转至 B' 就是把它翻过来的意思 然后把它并排在一起 A和B' 并排在一起 这时候A在这里 那B' 565就在后面 所以你可以把整个两个矩阵的值 就把它接在一起 那你可以把矩阵的一整个值行拿掉 譬如说我要删除矩阵的第二行 所以我就直接把冒号的意思呢 我刚刚讲说 譬如说1冒号10 就是1 2 3 4 5 6 7 8 9 10的向量 但是我如果直接打一个冒号的意思 就表示全部的意思 全选 所以在这里呢 我这边打一个冒号呢 是表示说我要把所有的column index 全部选起来 全部的意思 然后2呢 代表是第二值行 那第二值行在哪里呢 在这里 2 6 10 那我等于说 我这个cman1呢 就是我把第二值行全部把它砍掉 射成空矩阵 所以你看 经过这个cman1 执行完以后 2 6 10就不见了 整个砍掉了 这变159 3 5 11 有没有 中间2 6 10就整个都不见了 所以各位要特别注意冒号 冒号有时候直接放到里面 就表示所有的index 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我可以把它再加东西进去 A等于A 抱歉 A分号 分号下面加4 3 2 1 就表示接到第四列下面 把它接到下来 4 3 2 1 那我可以把 你看在这里 我把第一列和第四列一起把它砍掉 E四列 抱歉 这个A指的是原先的这个A 并不是后来这个A 所以把E四列 这个好像有点错掉 这边 我走来这里看比较清楚 我刚才一直看看眼睛都快脱窗了 太斜了 E四在这里 E 第一行列在这里 第二行列在这里 E四 然后所有的column index 就表示全部 所以就把E四设成空矩阵 所以这出来应该是 应该是这两列才是 5586和9 11 12 5 这边可能有漏掉 所以各位注意一下 有问题的东西请举手 在这里我要做几个demo 直接看demo比较快 因为有时候通片讲的不够完全 譬如说我要产生一个测试用的矩阵呢 我可以用一个command叫magic 譬如说A等于magic 5 magic是什么 模方阵的意思 所以它就产生一个模方阵 这个样子 那这个模方阵呢 各位知道这模方阵它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它的每一个值行加起来都是多少 都是一个固定值嘛 但是多少算一下就知道了嘛 模方阵就1到25 你算一下就知道了 那每一个横列加起来 也是一个固定的值 然后呢对角线 主对角线 主对角线在哪里 主对角线在这里 这是主对角线 加起来也是一个固定的值 反对角线在这里 加起来也是一个固定的值 好 那我要请你来验证一下这件事情 你要怎么验证 那我们就看到下面这个 我们现在验证我们先留到后面 我们先来看看怎么样 我刚刚讲过 我怎么样把它抓出一些 譬如说我要抓 第一横列 第一横列我就可以直接写成 B等于A 第一横列E 这就是我的第一横列 所以得到B就等于这个东西 那你要算B的总和呢 你可以直接打 summationB sum就是summation 就是整个把它加起来 所以它只应该是等于65 那你可以抓第二横列 抓第三横列 把它算一遍 就知道它是总和了嘛 所以事实上都是65 再回头看A 好 现在比较麻烦的是说 我怎么样抓它的主对角线 主对角线 就是比较tricky一点 那 事实上很简单 因为它有内建的command 内建的command就没什么稀奇 我可以直接写 Diagonal Diaga 这是它主对角线就出来了 谢谢 那我可以打summ主对角线的值 看看它是多少 65 所以是一样的 再回到A 那如果说 好 我今天不要用内建的Diagonal Diag 请问你我怎么样把主对角线抓出来 那这个有点 就开始有点tricky了 那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A是一个 是一个向列 是一个矩阵 比如说我要抓6 6在哪里 6是在第三横列的第二直行 A32 这等于6 但是呢 我也可以不打6 我可以不打A32 我可以直接把这个向量 看成是一个 这个矩阵看成是一个很长的向量 所以呢 我就可以直接打 所以看着很长的向量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矩阵嘛 这个是第一个行向量 第二个行向量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那看着一个很长的行向量意思 就把它串起来 一个接起来 所以就是 17 23 4 10 11 下一个呢 就是24 5 6 12 8 再下一个呢 17 17 13 19 25 那它就整个就是一个很长的航向量 那如果是一个很长的航向量呢 请问 6的位置在哪里 8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直接打A8WK吗 它就跟你讲是6 所以实际上在MateLab的内建 内部的表示方法里面 它实际上就是把它看成一个很长的向量 那只是我们在外部用的时候呢 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取称 那再过来就比较有趣的哦 所以我刚刚讲过 比如说我打1-5 就是1到5 那我可以打1-2-8 8是什么意思呢 就代表1再过来是以2每次跳2 1-3-5-7-9这样一度跳下去 那最终只是8 但是它不会到8嘛 因为它只会1-3-5-7 就不能超过8 所以如果是1-2-8就是每次跳2 那比如说1-3-8的话就是1-4-7 所以我现在开始呢 你看我刚刚这A级正在这里 我如果抓这个组对角线 你会发觉组对角线的index是多少 这个index是多少 这是1嘛 对不对 这个呢 7 这个呢 13 这个这个个是多少 你可以算一下 所以它组对角线的index是多少呢 是 从1开始每次跳多少 跳6 最后一个是多少 25 这样的话我就把组对角线抓出来 你看它 看是不是对的 有没有对的嘛 17 5 13 219 所以这就是MateLab它很强大的地方 你要做indexing 你要抓什么东西 就很快就可以抓出来 所以你可以 我可以验证一下 它的总和 65 没有错 好 再过来一个更难的问题 反的对角线 index怎么抓 没有 它是反过来的 在这里 有没有一个规则性 应该有吧 这个是5嘛 这是多少 9 等于5加4等于9 9加4等于13 这个13没有错嘛 刚好它的值也是13 index是13 值也是13 那13加4 1 2 3 4 14 再加4 1 2 3 4 就出来了 所以它的反的组对角线是多少呢 是A 5 跳多少 跳4 加到多少 应该是到21吧 但我打25也无所谓 因为它不会跳到25 会喔 没错 我没看清楚 21 好 就出来了 有没有 11 12 13 14 15 刚好是上去了 所以它的反的对角线呢 也是65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快的验证 它到底是不是 它的总和到底是不是有什么 当然我这个还是比较笨的做法 后面立刻讲的更快的做法 好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我这样直接做一些demo 各位比较有概念一点 我们有常见的数学函数 譬如说 ABS 绝对值 Sine 正弦 Exp 就是Exponential 指数 Log 对数 这些东西我想各位都应该有学过 那 取Sine来讲 Sine就是一个正弦波 那正弦波 你给它一个向量 X 它就会算出它的正弦波的值 那你常常会想说 正弦波我想把它画出来 画出来要怎么画呢 你可以写这样 譬如说我讲T 时间 时间是从0 每次跳0.1 我要算到多少呢 我要算到4π 这样就是我的T 这样你现在应该看得懂了吧 就是从0开始 每次跳0.1 0.1 0.2 0.3 一直跳下去 但是不超过4π 各位知道一个正弦波 它的周期就是2π 所以我要画两个周期出来 那我写Y就等于Sine的T T按Y都有了 那我就可以把它画出来 Plus T Y T就表示它的X坐标 那Y就表示它Y坐标 正弦波就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很快就可以让你 算出来一些东西 然后最重要是可以画图来呈现 那其他ABS Sine 比如说我可以 我把Y取绝对值 再把它画出来 就得到这样的图形 那这种都是所谓的瞄点做图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很多画图 不能所以这边是很快带过去 让你知道说可以画这样的图出来 那你可以取exponential 也可以取log等等 这个我就不仔细讲 那MateLab也支援负数的运算 负数运算呢 在它的内建里面呢 你看 你直接打I 它就出现它的负数表示法 0加上1.0I I是多少 I就是根号负1 那J呢 也是根号负1 也是一个基本的虚数的单位 那I这些都是内建的变数 当然你可以把它盖掉 你说你今天说 我说我I等于5 那I的原先值就不见了 你打I它就出现5了 那如果说你要设定一个东西 等于虚数的单位虚数 比如说Q 你可以把SQRT-1 这样的话就出现虚数的一个基本单位 那做负数的运算 其实很多画图都需要做负数的运算 但各位现在可能还感觉不出来 我们后续会慢慢提到 那 那 比如说我看 2加5 我要算这个东西 但现在I没办法 I已经被 已经壳裂掉了 I已经是这个东西没有错 好 你看我对2加5I 开平方 可以得到这个东西 所以它开平方这个运算是资源负数的运算 所以不管给它什么东西 正数负数 正负的负 或是负 负杂的负 它都一样可以帮你做开平方的动作 所以这个表示这个软体功能就很齐全 都有帮你考虑到 好 再过来看 向量矩阵运算都可以用到这些函数 这个就是我们要来验证说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模仿阵 就可以用这边的一个函数 第一个是minima minima是取极小值 maxima是取极大值 min是指取平均值 sum是指总和 sort是指排序 各位今天晚上的作业就有一个地方 要用到sort 那一样我举个例子 好 我说A 刚刚的模仿阵还在 我取它的minima 一旦你送进去的东西是一个矩阵的时候 它取minima的时候就会对每一个航向量分别去做minima 所以你取min的结果就得到45123 所以有没有 这个直航最小值是4 这个直航最小值是5 这个直航最小值是1 这个直航最小值是2 这个直航最小值是3 在这里 但是这样还不够 你有时候问说 好那请问最小值出现在哪里 那你可以做的事是 你可以把它一个 送给它一个 比如说X和Y 我说XY 等于这个东西 那它不但会把最小值算出来 也把最小值出现的index一起送回来 所以 那我后面不加分 不加分号 所以X就出来了 X跟前面一样 45123 有没有 这个是最小值一样 但是它最小值的位置也跟得出来 你看 4在这里是第三个位置 5在这里是第二个位置 1在这里是第一个位置 2在这里是第五个位置 3在这里是第四个位置 所以后面Y这几个分别代表 在每一个值行里面 最小值出现的位置 所以就很方便 你可以很快抓到每一个值行最小值 同时呢 也可以抓到最小值出现的位置 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来同学 那有办法可以找到 整个局势里面前几个小的局势吗 这是前五小的值 可以 要有什么问题 好问题 前五小的值 就直接把它排序 抓到前面五个就可以了 这还是一定要先排序 没有连接错 没有 那么 对 这同学问的这个问题 让我想到我一定要漏着讲 我刚想说它是一个 这个大矩阵 你可以看的是一个航向 你把它一路排起来 但是呈现的时候它明明就是一个五乘五的矩阵 你怎么把它转成一个大矩 大的项量是把它排起来 很简单 你就直接把Y等于X 你写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一个冒号 它就会全部把你排出来 所以Y就会变成 等一下 抱歉是A A Y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它就把你整个列出来 很长一个项量 那这个同学问了一个好问题 说好 我怎么样找出这个矩阵 前五个最小的值 是不是 你要找前五个最小的值 像这个不是很有趣 因为 这个矩阵实在太无聊 因为就是1到25而已 所以你找出来一定是1到35 所以这时候又让我想到一个东西 说我们来产生一个乱数的矩阵 那乱数的矩阵呢 就是命令呢 它的command就是RND 我说B等于RND 小一点好了 4 它就会产生4乘4的乱数矩阵 这个 再让它再小一点 3 3乘3的乱数矩阵在这里 好 请问你 我怎么样从这乱数矩阵 抓出前五个最小的 你的问题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我设 这个Z等于Salt B 你现在应该可以看出来我在做什么事了 B冒号就把它拉成一个长长的 Salt 排序啊 我把它排序排一遍啊 那Z就是排序之后的结果 那你看Z等于什么东西 Z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直接打Z1到5 答案就出来了 就这五个 这样了解吗 不是 你这个问题可以让我 出作业的时候有些灵感 所以各位同学有什么好的问题 赶快问出来 顺便你可以顺便考考我 到底是我对MateLab熟不熟 是不是在这里 来 你需要用一个变数词 先把这个整个收入结果去看吗 是的 目前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可以写一个函数 然后前把他放在函数里面 你就看不到这些阿里阿渣的细节 直接吐出来就是五个前面最小的值 还有没有问题 局部最小 这又是一个高深的问题 先定义什么叫局部最小 对对对 好问题 但是不是我不会 而是我怕现在讲了 这个我们该讲的都没有讲 因为这个问题一讲 会拉很多东西出来 所以我保留你这个问题 事实上局部最小有一个 有一个command 叫 我不晓得这里有没有 局部最小叫local mean 它说not found 因为这个东西是在我写的函数里面 好 好 没有 local mean在这里 就表示这个问题我已经算过了 也解过了 程式码也写出来 只是我现在先晚一点再跟你讲 因为这个东西还有很多细节在里面 这个可能是下一次的作业 刚刚还有同学举手 好问题 但是刚刚已经几乎就跟你讲了 有没有刚刚一个矩阵可以做 比如说我说A等于random E5 这样的一个向量 那我要找它最小值 A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直接 事实上它吃两个 mean value mean index A 它就直接跟你讲 mean value等于0.0318 它的index等于2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找 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就秀矩阵 其实它本来就可以操作在向量上面 向量上面它也是要吐回两个output 那两个output就分别代表它最小值和 诶 为什么现在在打中 应该不是吧 不是我们的中后 是光复中学的吗 打在这里了 所以这样了解吧 来 这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今天发问同学非常踴躍 麻烦等一下发问 留一张小指教给助教 助教帮你们登记起来 我希望每一堂上课都是这么踴躍 好像我才不会越上 我也会想睡觉 所以你们要赶快发问问题 我才不会想睡觉 找好几个最小值是什么意思 那一个的位置 这个好问题 那这时候就要一步一步来 对 你先找一个 比如说前五个最小你找到了 然后再回去找它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我刚讲B等于这个东西 然后Z等于这个东西 我可以把它翻过来比较容易看好了 把它翻过来 转置一下Z等于这个东西 B等于这个东西 B等于这个东西 那 应该这样讲好了 我看Z是这个东西 你要找它 譬如说我要Find的 我可以直接用Find Z等于其中一个数值 它就可以把你位置 吐出来给你 Z等于多少呢 Z等于在这种矩阵运算里面 要特别小心 你不能说我Z等于0.3171 抱歉 在测试有没有相等的时候 要两个等号 跟Z里面是一样的 要两个等就表示它有没有相等 那这东西回传是什么东西呢 理论上你会想说 这回传应该就2嘛 因为2就是0. 第二个位置就是0.3171 但抱歉 因为0.3171只是它 四舌五入之后所得到的结果 它真正的值不是0.3171 所以你直接这样写的话 它跟你讲 抱歉找不到 没有这样的东西 那如果说你写Z等于第二个 这样它就会找得到 答案就是2 表示它的位置就在第二个 但你会想说 我又已经知道是第二个了 你干嘛帮我找第二个 那我们来找这样子好了 Z等于 这样就看起来比较有趣 它有最小时发生的位置 但是呢 这个也是杀鸡用牛刀 因为me本来就会吐出两个字 一个是最小时 一个是它的位置 但我只是现在在特别告诉你说 fine的用法是怎么样 所以这样一找 它可以讲说 第一个就是最小时 或是你要找最大值 第九个element是它最大值 但是如果你要找前五个最小时 那就是要写一个for loop 一个个丢进去里面找 对对对就一个一个下去找 对 for loop我们待会马上就会提到 好我们要加快一点速度 好刚刚讲min跟max 好你看 那回到这里 a等于magic5 好你要找min最小值出来了 那你要找最大值呢 max最大值也出来了 但是它是做对每一值行在做 那我现在问你 我要做每一横列呢 每一个横列要怎么做 很简单就把它 原先 原先a是这个样子 你可以把a'翻转 transpose转置 所以你转置完以后 我就可以直接找 一样会找min 就是转置后的矩阵 它最小值就出来了 那相对于转置前 它就是每一个横列的最小值 那另外一方式呢 就是说我不想转置 因为转置来转置去 弄得我整个人乱七八糟的 我不转 不转可不可以 可以 我就把a 如果你今天只给它 譬如说min a和 譬如说我写3好了 那它会出现什么东西呢 它会出现 这些东西 这代表什么呢 它把a里面的元素和3 取一个最小值 那就出现 因为很多都比3大 所以它就 就直接把3把它取代掉 譬如说我取代5 就会出现这样的东西 譬如说如果我今天放25 20好了 就超过20的 全部都会被代换成20 所以这样很简单 但是呢 我现在要对它的横列 去取min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我要放一个空矩阵 然后对第二个维度 来取它的min 这样的话它就会直接抓你 每一个横列的最小值 再回到这里来 然后这是抓每一个横列的最小值 所以会出现12345 那你也可以抓 回到每一个直行的最小值 你也可以设定这个给1 那这就跟前面完全一样 也得到45123 这个效果呢 和你这样打 是完全一模一样 得到效果是一模一样 所以它可以操作在不同的维度上面 可以操作在row上面 也可以操作在column上面 就depends on你后面 这边要给它什么东西 我给它1 它就对直行做 给它2 它就对横列做 这样了解吗 好 然后min还有sum是summation sum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比如说a a等于这个东西 我直接打sum a 它就把每一个直行的横列 每一个直行的summation算出来 跟你讲 全部都是65 那再过来呢 我要算横列的总和 2 sum 我这里哪里打错了 抱歉 对于sum来讲呢 我不需要这个东西 我刚刚讲取min和max 因为你如果上面 第二个argument放的是一个数值 它就会对每一个元素 然后对这个数值去做min 这是它原先的功能 那你要改变它的维度 所以就放在第三个 那对这sum来讲 它没有这个问题 你sum后面就是给1或2 给2的话就表示对横列在做 你看 就得到65 对直行在做 你可以打1给它65 那你就把它拿掉 它功能是一样 也是就是对直行在做 那你要对角线再做 这我刚刚已经做过一遍 对角线它就65 反的对角线要怎么做呢 当然你可以去算index 刚刚我讲的那个方法 但你可以不用这么做 你可以直接写 b等于flip left right a 把它左右翻转 你看看b是怎么样 a是这个样子 b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把它左右翻转而已 所以你把它翻转一遍 然后再取sum 这样的话就得到它的 反的对角线的summation 也是65 所以很快你就可以做这些操作 在这边就是这些排序 那对于这个salt呢 我要再说明一下 比如说 a等于 这是random number 翻过来好了 1 5 1乘5的random number 那这random number呢 预设都是0和1中间的uniform distribution 0和1中间随便取一个数值出来 那你要把它排序的时候呢 我假设 value index 等于salt a 那你就会看到value是它排序之后的结果 那么index是指它说 每一个值在原先的位置 再来说明一下 比如说原先a是这个样子 我把它排序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5呢 就代表0.1626在原先的矩阵 它是在第五个位置 然后0.2760是在第二个位置 这边2 0.6551在第四个位置 0.6797在第三个位置 在这里 那0.7547是在1 在第一个位置 所以它传回两个东西 一个是它的值 一个是它每一个值 所在的原矩阵的位置 所以 所以你可以写 所以你可以写 你写a 然后把index放进去 你得到的东西就是完全sorting好的 所以这个值会等于我们前面的value 完全一模一样 那我们的作业呢 是根据这些关系 你必须要稍微再把它瞧一下 让它得到另外一种关系 那这个细节 我待会说明一下作业 我再提到 但是你起码要知道说 它回穿两个值 一个是它的排序后的数值 一个是它的 每一个值在原来的向量 它的index是多少 它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这几个是常常会用到的东西 所以各位要 以后就会常常会用到这些东西 尤其在我们的作业里面 都会 这几个函数你会常常用到 好 到这边还没有什么问题 好 再往下看 那如果说你说 我不晓得 这个命令要怎么用 比如说 我不知道命要怎么用 我直接打Doc 命 它就会跳出 线上支援的视窗 跟你讲 命要怎么用 那这边 就有一堆说明在上面 那这些说明是比较详细的说明 你也可以直接打Help 它就会直接在命令室中 跳出一些说明出来 当然这说明有点长 你往上拉 它就跟你讲 mean average or mean value for vectors mean of x is the mean value of the elements in x 所以简单说明 你看一下就会了解 但是你的问题通常不在这里 通常是说 你知道有这个comment的 我去查它怎么样 那是简单的事情 但是我要做一件事情 但是我不知道comment是什么 这个才是麻烦的事情 那以前呢 mean average有一个 在这里 你要用的叫look for 就是要帮我找命令是什么 以前呢 你用look for还蛮好用的 就是就找出来 但现在用打look for 有时候它时间会比较久 因为它现在东西太多了 比如说我打 我要算矩正的反矩正 好 反矩正你要找什么keyword inverse嘛 对不对 inverse就是反矩正的意思 inverse matrix 比如说我打look for look for inverse 它就把所有的 它在里面所有的命令 跟inverse相关的 全部找出来一遍给你看 出来了 好 你看 在inverse Hilbert matrix inverse per mu array dimension inverse cosine 有这么多东西 我们来找的是什么呢 答案在这里 matrix inverse 所以你要的卡片很简单 就叫inv 所以这个就是 你打look for 我就说就比较麻烦 原因就是它出现的东西会比较多 还有啊 它还在跑 它其实上不是 它刚才跑了休息一下 它继续还在跑 还在找 从里面一直挖 一直挖出来 Ctrl C C就停止了 好 你知道inverse的卡片 比如说我打A等于 random 3 A是一个3乘3的矩阵 我要设B是A的反矩阵 B等于inverse A 好 B出来了 那我看B乘以A 是不是会变成一个identity matrix 试看看 果然是 果然是的结果 但是你会发觉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 缝0.000 这样一个讨厌的东西啊 那这边又出现一个0.000 但是预设的 它呈现的数值呢 都是出现四位小数 如果今天你要看更多 你要打format long 那時候B乘A就跟你講 就出現更多的00給你看 但是它內部的實際上還不是0 它是負0.0000到多少下 有一個不是0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導致它就不是0 那這個問題就是數值運算問題 就是我稍微跟各位講說 你給我任何一個數字 我一直開平方大所以它就變1了 因為很多東西就一直被捨掉 那這邊也是一樣 它算反矩症 算出來了 理論上應該是得到一個相乘 跟原來矩症相乘 應該得到一個identity matrix 但因為總是有一個數值的誤差 所以導致它最後就差那麼一點點 所以不過基本上看起來得出來的結果 這個matrix inverse應該是沒有錯的 那其他還有help win help desk這些我就不仔細講 所以你最常用到的就是help 或是duck或是lookfor 這三個是你最常會用到的線上支援的comment 你要找到一個comment就用lookfor 你要知道這comment怎麼用 你就用help或是duck 好 for loop 這個for loop就是 所有程序員都有for loop 那在manage裡面的for loop 你看就是for i 等於1到10 那我剛才講到1冒號10 就是1二三四五十七八九十嘛 那for i 等於1冒號10 就表示1 i會變成1 i會變成2 意思到i等於10 那我說我設定 那我設定 比如說 如果是給它一個項量 它是抓每一個element在做事 但是如果給它一個矩陣 它會抓每一個column來做事情 譬如說我說 a 樣等於magic 5 好 這個樣子 我可以寫for i 等於a 那接著看要做什麼事 for i 等於a這件事情 並不是說i就等於a這個矩陣 而是指說我要每一個for loop的iteration 每一個iteration 我要抓a的一個向量來做事情 所以我可以直接寫sum i 然後and 當我按return的時候 它就把每一個a的每一個直行 丟到i裡面 然後去算它的總和 所以當然都是65 所以這是met up for loop 你要小心的地方 它 當我說i等於項量的時候 它就抓每一個向量裡面每一個元素來做 但是說for i 等於一個矩陣的時候 它就抓每一個矩陣的行向量來做事情 所以你可以想像很多操作都是根據行向量來做事情 那還有其他程式控制流程的敘述 比如說while while while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如果成立它就一直做一直做 做到 等到while不成立才跳出來 if then else 這個我都不用仔細講 各位修過C語言 應該都很了解 if怎麼樣 不然else怎麼樣 不然就是and 在maylab裡面呢 它一定要用and把它包起來 它不會用那種大括號 因為它沒有 它的設計就不是用大括號 所以用and表示它的結束 好 那麼如果你一次要執行大量的maylab 可以存放到一個fu檔名裡面去 這個我來顯示一下 比如說 比如說我可以直接 你要開一個檔案直接打ed edit test test就是我的檔名 那它就會跳出maylab 抱歉 有test這個東西 所以我把它關掉 test可能是一個內建的不知道什麼東西 好 myprogram 這樣子好了 應該沒有這個東西了 好 就出現一個空的檔案 那我就可以開始寫程式碼 我就可以一列一列把它寫進去 一執行完它就是一列一列下去執行 所以說我打a等於magic5 然後z等於a的 拉成一執行 然後我寫x好了 x 然後y等於sort x 把它sort 然後我打y 我要秀它的1到3 前三個值 這樣就結束了 那這樣就是一個程式碼 這樣就是所謂的一個腳本 它丟到maylab去執行的時候 它就一列一列去執行 所以我必須 譬如說我在這裡 我直接打myprogram 就跑完了 answer等於123 喔 收聽完 對 那個我改一下 好 我把它改成random number 那這時候值就會不一樣 前三個最小的值就跳出來 所以就是很快可以讓你做一些事情 那 剛剛那位大陸同學問說 那我怎麼樣找出這前三 這三個最小值的所在的位置 那當然我用sort可以做 但我現在顯示一下我用for loop來做 for i 等於1到3 and 我設它的index 等於5的 a等於等於y的第i個 這樣的話它就會把 有沒有 現在y已經是前三個最小值了 然後我去檢測 當a等於y的時候 把它index抓出來 那因為我後面沒有打分號 所以它會把index一次列出來給你看 所以我們直接跑一遍 就出來了 它不斷 就是前面y的 前三個最小值在這裡 這邊是前三個最小值 第一個最小值對應的index是11 第二個最小值對應的index是4 第三個最小值對應的index是3 這樣就全部抓出來 所以這個叫做一個腳本檔 就是把命令一路寫進去 那另外一個呢是寫函數 我們同影片好像沒有講到函數 這個是一個腳本 我現在再過來我要寫一個函數 寫個函數呢 事實上也很簡單 它只要follow 根據一定的格式來做 比如說 我打一個myfunction 這是一個新的東西 空答案 我要寫函數呢 第一個keyword就是function 代表這是一個函數 它要回傳的值呢 太麻煩了 我直接把剛剛的東西 拷貝過來比較寬 我要寫這個函數呢 是傳回 一個向量的前三個最小值和最小值所出現的位置 那前面我這腳本檔已經寫了嘛 所以我現在只是把它接起來而已 比如說我要return的是 一個是x 一個是y 好的 等於myprogram 然後a 所以這邊就不用了 a是從外面送進來了 我這個就拿掉了 a是從外面送進來的 那我這個x分明是最小值和它的 最小值的index 所以我這邊我就不要用 我改用b好了 這邊改用b 這邊改用c 然後我的x就等於 c從1到3 對不對 所以這個x的值 就是我最後要傳出去的值 注意 這個是你的函數的名稱 這是你的輸入 a是你的輸入 a是你的輸入 xy是你的output 一個input 兩個output 那我現在已經算出來 其中一個output是這個樣 還要算另外一個output y 那y值要等於多少呢 我這邊就可以直接寫y y i 這樣就可以了 這就是一個最基本的函數 這就是一個最基本的函數 phi的 a等於 xi 這樣就結束了 好 那我們來跑一遍看看 我把它存起來 然後 一樣 我先寫a等於ind 就是說1到5 等一下 這format 我把它format改為short 回到原先的 a是這個樣子 a等於1到5 然後我打 xy等於myprogram a my function my function 打錯了 這是function 好 結果就出來了 所以表示前三個最小值 值分別是這三個值 它所在的index分別是2 4 3 所以函數就通通在這裡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今天晚上的作業 就要讓各位去寫函數了 所以 就要知道要怎麼寫這個東西 好 一樣我們先休息10分鐘 待會我就開始講 我們今天晚上的作業要做什麼